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对房产行业感到比较迷茫 今天针对成都房产市场做一些数据分析 看看成都还要多少房子才能住 以后哪些人将成为买房的主流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之后,心里应该大概有数了 从官方数据可以看出 2017年成都住宅套数526万 到2021年总套数在649万 这几年平均每年新增30多万套 那实际程度要多少房子才能住呢 根据2021年成都2119万常住人口 按照套均三人计算706万套即可满足 相差57万套 那修建57万套需要多长时间呢 官方的数据是两年 再来看看人口增长 2021年成都人口增长24.5万 如果按照三口之家来计算 也就是8万套左右 再来看人均住房面积究竟有多少 官方公布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7.8平 一个山口之家 居住面积大约有120平 成都人均住房面积为37.3平 这一人均面积包含了农村老破小 这些房子基本上需要改造 住房需求总体来看 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房地产长期看人口的本质是看需求 四川省长住人口8372万 每年四川的大学招生有几十万人 很多地级市的以及外地的 有一部分毕业之后就会留在成都就业 这一部分就会成为买房的刚需人群 有的是父母也会跟随来到成都 如果孩子已经成家 有可能还会再买一套 这样的家庭在老家有一套 老家的城里有一套 在成都又有两套 人均面积就远远不止39平 以后这样的人群将会成为买房的主流 如果每年按照新增修建30万套左右的速度 到2025年之后会不会供大于需呢 这还得看那个时候的人口增长 套数是按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算 根据人口留住来计算新增修建的住房套数 供需关系基本上就可以保持平衡 tierë立体能花 bathroom